- 老婆,你说你们整天都要加班中午了,有没有时间陪我逛街? - 老婆,这个公司比较忙,所以要尽量加班,昨天我不是请假和你逛一天街了吗? - 我也知道,最近没有时间好,我特别你,这公司稳定下来,我已经有时间了 - 没事,本来你公司就是在发展中了,你帮我去博吧 - 媳妇,谢谢你能理解我 - 没事,这个家你就交给我,你帮我去工作吧 - 好,媳妇,我给你倒盖水 - 好,媳妇,我给你倒盖水 - 说,散开,不减酱的东西 - wy来。 - 最后有点够,我已经知道,我不会看到一是肯定了 老婆你在干嘛 我在收拾点东西 收拾东西干嘛 这不是公司临时安排我 要去出差吗 可是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我也没有爸爸呀 这是公司的安排 那可不可以晚上早点回来 看看吧 看那边事情也刚不能处理完 好吧 对了 那个早饭也做好了 你去吃点饭吧 行 那要不我先去送你吧 不用了 你去吃饭吧 不用送了 那你路上小心点 行 去吧 不信 找你 找你 小心 火花 三菱 needle 你去找我 咦 电话 喂 王哥 行 在哪里 西郊啊 多少钱啊 一天 五百 这么多 没事没事 我不怕累 行行 我一会儿收拾收拾 我就过去吧 不急啊 行 我知道了 嗯 好 这两天都可以 啊 谢王哥 完了 你给我找工作 这件事 不能让可乐知道 可乐要是知道了 肯定就该担心我 杨诚 可乐 杨诚 我说 到底怎么回事 刚刚 你说的话 我都听到了 你有什么事 瞒着我 可乐 其实我的工资已经破产了 现在我找朋友 给我找了一份农民工的工作 我就想在当时结婚今天的日子的时候 给你买一份礼物送给你 一直满着没告诉你 只怕你和我一样承担这份压力 破产 怎么回事 你怎么没有告诉我 可乐 工资破产 我不想让你知道 想一个人承担所有的压力 怕你担心我 杨诚 你是感觉我不能替你分担吗 我可是你老婆 我们可以共同承担呀 你忘了我们当初的誓言了吗 我当然记得 只字之手 与子先老 有福通享 有难通道 老婆 你放心 我以后一定会加倍努力 动人在一起的 老婆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不管有什么困难 我们一起多多 那么有什么东西 对我 我相信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